大家來看看,究竟是甚麼顏色呢? 小心喔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 大家近期都會知道 《鬼滅》的劇場版會正式在香港的戲院上映 還有一個我喜歡看漫畫和動漫的阿謙 其實《鬼滅》也是一套我蠻喜歡的作品 我還記得當初看漫畫的時候 其實漫畫的吸引力真的不大 而另外,喜歡整套漫畫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動畫真的太出色了 所以這次的無限列車劇場版我應該不會錯過 而且如果大家熟悉阿謙的話 也會知道阿謙很喜歡收集這些公仔和模型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也是想跟大家開箱一下關於鬼滅的玩具 但今天就特別了 今天的主場就不在我家 而且今天也會有嘉賓 那我嘉賓是誰呢?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我們馬上去找我嘉賓吧 Let's go 好,那麼快就來到我嘉賓的現場了 Hello,大家好,我是Dora 那我們也是第一次見面 那我第一次見面我們就要開箱了 今天也是開箱我剛才所說的鬼滅產品 而我所知你應該看鬼滅是看了一段時間的 但我還是看了一點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看 但我還是挺喜歡看的 那你現在看到哪一部分? 我看到他們第一次看到無慘的時候 哇,那應該也真的很錯 連柱是哪一個都應該不清楚 不要緊,那待會就… 我還是初學者 沒錯,讓我介紹柱是哪一個 告訴你 好,那現在我們首先開箱第一樣的產品 這個就是鬼滅之刃貼紙威快餅 奇之二 這個是我之前介紹過的餅卡的朋友 它總共是28款 而且是有兩款的隱藏版 以我過往的經驗 通常一盒是只有一張隱藏版 所以看看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運氣 那你最想抽到哪一張? 我最想抽到善逸的 其實我挺喜歡善逸的 因為善逸的角色也挺受歡迎的 它很有趣 而且它真的很有型 真的嗎? 你還沒看到 即是它會大爆發的 它會大爆發 而且來來去都是… 都是不會說的 不要看到了 我還沒看的 你看到這盒是有20包的 你先抽吧 好啊 讓我摸一下 我想抽到善逸或者梨豆子 梨豆子 會不會第一包就中這個隱藏版呢? 這個我是沒看到的 當然 這個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角色 就是這個胡蝶忍 這張東西很漂亮 這張東西很漂亮 而且它是閃得很好 比我想像中 質素是好很多的 先拿前一點給大家看看 我可以透露一下它大約多少集出現 動畫應該到十幾集 再看幾集就應該知道它是哪一個 但是不知道它有什麼能力 那我先期待一下 會不會這麼好 這個雖然不是隱藏版 但是一個很可愛的炭治郎 這個炭治郎還要是一開始動畫 頭一兩集的 雪地上面 沒錯 哇!是梨豆子啊 我超幸運的 我兩張都是女角 我抽來抽都是男角的 你抽完梨豆子 我抽到炭治郎 這個炭治郎已經進了鬼殺隊 你會看到臉上有很多傷痕 這個Q版梨豆子更加可愛 它還要滴汗很搞笑 它這個動作好像有點... 應該好像有點便秘 大家看到這個梨豆子的表情有點... 你想表達什麼呢? 梨豆子 很多時候我剛剛在箱裡探摩流出來的那一刻 但是那些樣子也是很有趣的 超可愛的 就算我沒有妹妹也好 我都會覺得好像有一個梨豆子可以保護它 因為梨豆子真的太可愛了 我終於中了我第一位女角色的香奈婦 我終於中了一個男角了 這個是水柱 這是你一開始就會看到的其中一個柱 而且人氣也不差 因為它經常不出聲 人們會覺得很帥 對,沒錯 這個好像是隱藏版 對啊 你這麼好彩 你看到貼紙後面有提到它是多少顆星 如果比較稀有的話就是2顆星 超稀有是3顆星 極度隱藏稀有的話就4顆星 所以這是一張4顆星的隱藏卡 給大家看看正面 還有一張炭子和梨豆子的隱藏貼紙 而且它的背景是閃得很漂亮的 這張真的很漂亮 果然是隱藏特別版 這張是怎樣分 給我 你不介意我 我一點都不介意 說不定立刻有另一張床版 說不定有機會一次要出現兩張床版 我們先打開它 這是什麼角色? 我第一次看到 說這個就是鬼殺隊的老闆 它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無慘已經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出現的時候 才是這個樣子 因為以大家所知 無慘是一個男性角色 但是它是一個女性角色的打扮出現 無慘也是一個覺得蠻帥的BOSS 你現在也很喜歡 你先看看我這張 這張這麼像隱藏版的那張 這張是剛才隱藏版的普通版 這張也很漂亮 這張應該是兩顆星還是三顆星 兩顆星 兩顆星 所以這張是閃得比較漂亮的 而且字有些粒陷和會閃的 開了差不多10包左右 我覺得應該是一盒只有一張隱藏版 我猜的 以我所知 現在11月12日開始 全戰的70粒 都有一張限定的貼紙可以拿到 這個角色就是大家來到 那一部無限列車的主角 就是鹽柱 現在我手樓上都有它的限定貼紙 這張鹽柱的貼紙是超級漂亮的 它要一起移動給大家看看它的紋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這張在日本的時候 是要透過應務的方式才可以拿到的 但現在在香港就不同了 至於你71次買六包或以上的貼紙或花餅 就可以免費獲得這張鹽柱的貼紙 這張這麼漂亮的免費送給你? 對,但是記得是先到才行的 因為數量有限 這張跟隱藏版一樣是閃亮亮的 但竟然可以免費得到 所以剛剛那張隱藏版是給你的 鹽柱的一張是給我的 好 馬上長久了 這張很難有的 一張日本限定的本身是 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記得一次買六包或以上 到時候就可以拿到的 先到才行 沒錯 我們這次介紹 誰知剛才的貼紙貼紙貼紙這麼少 現在我們介紹的就是 Premium Band的限定鬼滅產品 而第一樣產品就是這個 這些就是鬼滅之印 威化卡專用卡拆 以前存放的那些卡 就可以有個歸屬給它們 大家看到現在手上 總共有14款 主角和柱 沒錯 現在的柱都在我手上 主角和毛巢都在你手上 你有沒有說喜歡哪一本 我自己比較喜歡 其實是喜歡岩柱 岩柱的樣子 雖然是一個不多肚的角色 但其實是一個十分強硬的其中一個柱 先給大家看看卡寶是什麼樣子 你會看到卡寶還會送送一張卡 不如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每一個角色都是一個獨立的卡 如果你買岩柱的卡寶 就送回岩柱的角色給你一張卡 你會看到背面也有寫的 都是介紹岩柱的角色 裡面可以將你以前抽中的鬼滅的卡 可以放進來的 所以我這次也早有預備 你之前抽的那些 我之前也抽了不少 所以剛剛好可以放進去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角色 他善逸 竟然也是善逸 你最主要是喜歡善逸的性格 其實是他的樣子我也覺得很有趣 如果他是現實中的一個人 我都會覺得他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的男生 一個很好欺負的男生 他的樣子很可愛 真的很想保護他 這張卡是超漂亮的 對,真的很漂亮 善逸這張卡好像是一個超級美男子 他事實是一個美男子 其實他真的蠻帥的 只不過是比較小膽 但他只有大爆發米 我不說了,免得又說我可以偷了 OKOK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你的角色的話 記得上P-Main Bandai來 就選擇你的角色來買 接著就開箱下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鬼滅之刃Cardus Collection 裡面有六張很漂亮的卡 而且是特別版 你抽卡或者外面都買不到 只是買這本東西的時候 才會有六款特別卡 適合我這些抽卡 抽的都抽不中的非洲人 你不是非洲人 你剛剛一抽就抽了特別版 不是,我是非洲人 這個collection就是之前日本展覽的時候 才可以限定買的 但是現在香港也有得買的 機不可失 如果大家自問都是非洲人的話 不想抽東西 直接買一本滿足你所有的願望 而且它的卡都弄得很漂亮 跟剛才隱藏版的卡一樣 都是有閃亮亮的 而且它的紋是不一樣的 閃得 都是很漂亮的 對呀 這個真的很值得收藏 連我這個新入攀人士都覺得很漂亮 而且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你看過動畫的話 都應該會有一點畫面出現 我看到這裡 看到珠細了 然後開箱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鬼滅之刃的顏色法 因為鬼滅之刃真的很熱 很多人都會去髮型屋 想染鬼滅的角色 尤其是尼斗子 真的很多女生都很喜歡 但是要染髮 一來省時間 二來上班未必避 還有有雙髮 如果有這個顏色髮蠟 就方便很多 只要把它塗在你的頭髮上 就已經可以了 而且你洗頭就可以洗掉 第二天上班都完全需要擔心 會被老闆罵 那不如我們開一口皮看一看 好啊 這個是鹽柱 其實這個包裝是挺型的 挺漂亮的 大家看到它的封面 也有說它是什麼角色的髮蠟 戴開來看看 究竟是什麼顏色 鹽柱 小心 真的會扭出來 剛才發生的事 那就安全了 那大家呢 但是要賠錢 大家記得開的時候 小心一點 不要像我剛才這樣戴開 很危險的 我覺得要開多些盒子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就開這盒的下柱 好,這次要小心一點 開這盒的下柱給大家看看 不要出來了 求求你 大家看到這顏色呢 下柱的顏色都是偏藍色 無藍綠 這顏色很漂亮 而且它很香 對,很香 平時的頭髮產品都很大 沒有染頭髮味 真的很臭 十里外都會聞到 但是這個很香 好像有點糖味 我蘸了在嘴上 哈哈哈哈 真的很香 其實這些髮蠟很方便 如果大家偶爾想你的頭髮有顏色的話 買了顏色髮蠟就解決了 而且如果是女生想Coskey來鬥子的話 就方便一點 原本是黑色頭髮 只要塗了髮蠟就OK了 完全不需要染髮 省時間很多 這個不錯 其實我們今天介紹的 其實都差不多了 但是可以哪裡買到呢 就是現在我們看的 Premium Bandar的官網 來看看近期是什麼最新的商品 已經看到我們剛才介紹的卡補 先按一下 這麼便宜? 對呀 820元而已 其實都是剛剛開始接受預訂的 還有一整個月的時間給大家考慮 大家可以在一個種類選擇 你想要的哪一個角色 你會看到左邊有一個預覽圖 然後剛剛的Cardus Collection 也可以在這個網上買到 價錢還價還價了 對呀,90元而已 90元6張 那這個產品也是12月9日 就截止的了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大家都想買的 就記得快手 好了,現在我就幫你 下訂單了 看你剛才有興趣 是不是你賣單? 而且如果那些女生 想買聖誕禮物給男朋友 就可以在這個網上找 每年聖誕禮物 這件事就想到頭都行 今年完全不需要想 你在這個網上 就可以又買貼紙 又買卡 或者卡寶 所有東西一次過送完 那你男朋友一定會很開心 那我剛才介紹的法樂 Piemen Man Night這個網上 都是可以買的 而且都是齊了這麼多款 不同角色的顏色 但這個就不是12月9日的節套 這個要花幾天給大家考慮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了 如果喜歡的話就立即下訂單了 我幫你按吧 你幫我按 你想要哪個? 我不是 買了 小朋友才選擇 我全都要 你會看到 《毀滅》的這個版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可以買的 例如最近轉季了 買回一件衛衣也好 看看這個Q版圖案的衛衣是什麼樣子 這件衛衣有五個不同款式 分別是五位不同主角 而且他們的Q版的樣子 就是小小粒在胸口位置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這麼大的圖案的話 這件就適合你了 而且它前後的手臂也有些花紋 而且它是灰色的,很容易配襯衣 整條影片都說到Pin Man Banda 究竟是什麼呢? Pin Man Banda是一個香港的沽網 大部份的產品都是網上限量發售的 最重要是什麼? 你買完之後會送到你家的 這是最方便的東西 而且很多時候你很難在街上找到 所以是很珍貴的 如果大家想多看剛才產品的資料 就記得去Pin Man Banda的沽網 以及like他們的Facebook page 沒錯,而且影片下方的簡介也會加上連結 就讓大家可以連上官網 今天你們都拍到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